你们说,该不该救? 全场寂静地像个无声的事件,剑宗老人一贯犀利的眼已经浑浊了大半,杀气在他剑上腾腾作响。 然而,就在他要朝韩芸汐扬剑过去的时候,汪汪瑶忽然大喊起来, 我是冤枉的,师父,师兄,汪芸汐,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苍秋子逼我的,是他逼我的,我也不想这么做,苍秋子担心师兄会争夺掌门之位,这些年来,不择手段地逼我跟他勾结。 安芸汐,都是苍秋子逼我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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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辱了我,危险我如果不跟他合作,就把事情公布,他又回我名誉。 安芸汐,你相信我,安芸汐,我真的全部都告诉你了,你相信我吧。 整个天山全都寂静了 剑宗老人剑上的腾腾杀气 忽然就全消失不见了 唯有她的眼眸越来越浑浊 神志似乎都有些不清楚了 韩芸汐终于从医疗包里取出解药来 龙非也却拉住她的手 你坐舍 她死了 最开心的是藏秋子 我们的麻烦会很大 韩芸汐非常冷静 正脱开龙非也的手 蹲下来为端木瑶解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灵力的剑气忽然凭空挥打过来 龙非也一扬剑 就将那道剑气击开了 韩芸汐顺利地将解药喂下 端木瑶一确定自己服药了 这才放松下来 眼前一黑昏迷了过去 苍秋子怎么没脸见人了吗 端木瑶这个孽徒 自己作恶多端就罢了 辜负了老夫一番惜财之心 如今竟敢如此污蔑老夫 老夫不杀她 事不罢休 龙非也 你让开 否则 今日老夫连你一起杀 剑宗老人忽然揪起了端木瑶 朝天山顶急速地飞掠而去 长门人 此事不分辨个清楚 我苍秋子 绝不服气 龙非也 李建西好像病发了 龙非也带上她 紧随其后 他们赶到的时候 剑宗老人已经带着端木瑶 进入了第九重宫 九重宫你也敢闯 想要造反吗 苍秋子 你也不必急着造反 我们的账 还没清呢 龙非也 有种就排位战上见 如何 你得休息 好 你等死吧 到时候 你别逃下山才是 韩芸汐 你能以天山大局为重 老神谢你了 尤婆婆 天山大局已经与我无关 我只为了把真相都说出来 喜庆不该有的罪名 让天山弟子看清楚真正的是非对错 尤婆婆 这才是正义 韩芸汐 无论怎么说 你还是救了端木瑶 尤婆婆 有些时候 活着就是酷刑 比起苍秋子 端木瑶更加身败名裂 他已经是天山剑宗的耻辱 天山剑宗的笑话了 他活在天山剑宗 彼此还痛苦 高大伟岸的剑宗老人 他蹲在角落里 双手抱膝 蜷缩成一团 却像是个迷路的孩子 不知所措 他的目光空洞迷离 尤婆瑶就躺在不远处 还昏迷不醒